我只是想向您展示 我们看到第一个大约的信息 我们是正确的路上 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们继续听中国和其他客户 我们学习从他们 我们与他们与他们 我们将进行更好的产品 最后我其实想说的是 这一年虽然成绩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 但对我们公司的对我本人来说 我还是希望我们用谦逊的心态 去和消费者沟通和市场沟通 我尤其是希望了解中国消费者 中国媒体对我们的反馈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这就是一个短的观看 我们在世界上和世界上 但现在 亲爱的朋友 现在是时间再继续 现在是时间再谈到 世界上的最大的电话市场 中国市场市场 谁能比较更好的话者 Nestor 谁在中国的H&D行业 我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们全球的一些成绩 那现在如果说中国市场的话 那我们最佳的演讲人 当然是我们H&B Global 负责大中国区的副总裁 许立新先生 有请许立新先生 谢谢大家 先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今天失声了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个伞子破了 但是呢 这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昨天 大家都知道昨天下大雨 我在大雨中 这个被雨淋了 然后呢又在那边大喊大叫 又太兴奋了 但我相信 在座了很多一些朋友 可能跟我有同样的一些经历 但是很好 这个中国话叫 不破不立 然后呢 雨过天晴 今天还要再加一句 阳光灿烂 非常感谢 Pekka刚才给我们的 这个带来很精彩的演讲 因为他 每个月都看到他 有时候都看得比我 见到我太太还要多 谢谢你 你们还有对我们的这个 大中华 中国的重视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期间 我在 我们在北京三里屯呢 其实 开设了洛基亚手机的快闪电 其实这个初衷呢 其实是向各位新老朋友 展示一下我们过去16个月以来的成绩 这也是我们这16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活动 说实话呢 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因为不知道这三里屯的年轻时善的用户 在时隔这么久以后 对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他们到底喜欢我们吗 但是呢 其实最后呢 结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短短的七天的时间 有八万人在现场去深入的去体验手机 同时超过了四十万的用户在网络上去评论 三千八百万的曝光率 其实我自己也去了 其实我最感动的一幕就是 一个三十多岁的妈妈 旁边带了一个小女孩 然后她在我们那个 大家待会可以在外 如果还没有看到 在外面可以看到 看到一款落架手机 就非常兴奋的跳起来说 你看女儿你看快来看 这是你妈妈用到的第一款手机 然后又看到又有一款 又是 然后把每一款都拍下来 都珍藏起来 就这种是难能一种感动 我看了以后 其实眼泪 这个眼圈有点失温 其实何尝我们这些人 没有经历过这一些 经历跟情怀 但同时我也收到了 很多老同事 发微信跟打电话 分享他们在落架 看到落架出现在三里屯以后的 兴奋跟感动 其实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落架品牌的力量 刚刚 刚 佩卡介绍了我们在 中国取得的成绩 其实我也有幸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落架手机在这一年的进展 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些合作伙伴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 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些 包括了手机品 那个我们的产品团队 能够看到在中国市场 我们一下子在 上的这些产品 我们在中国市场 其实 推出的速度是非常快 特别在今年的话 一到四月份 每个月都有新的产品 同时还有什么 每个月 那个在中国有四款 是全球首发 有两款是 专门为中国市场 专门定制的 这个说明了 跟Pekka刚才讲的是一样的 HMD 对中国市场的 一个承诺跟重视 但下面也感谢 我们的合作伙伴 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在2017年 我们是京东 整年京东渠道 增速最快的手机 还第一名 2018年到现在 我们是苏宁 手机增长最快的 一个品牌 同时我们在 新品上的时候 也是在它线下 增速最快的 排到第一名 然后在上周 我们苏宁手机 也被评为 天猫商西 数码行业 年度优秀品牌 所以这些取得的成绩 跟我们的 这些合作伙伴 对我们的支持 是分不开的 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在带来许多 畅销产品的同时 落架手机 还完成了 品牌的自我重塑 还记得 落架手机 刚刚归来的时候 我们舆论曾经 称其为情怀 现在 落架手机 不仅要有情怀 我们愿 更优秀的产品 去触动 消费者的心灵 从情怀 到触动 我想我们给 情怀带来 更丰满的诠释 让消费者认识一个 既熟悉 又惊喜的 新的 落架的手机形象 落架手机 希望在中国市场 给用后带来的体验 愿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 不用想 就敢买的好手机 让消费者 在选购的时候 没有营销的焦虑 没有价格的拳破 没有上手的难度 更没有长期使用 对品质的 又担忧 博光 而约取 后继 而薄花 我个人 一直在用这一句话 作为落架手机 回归中国 市场后 每一步前进的行为 选择 和我们中国 战略的指引 我们在中国的战略 其实就是对 中国市场 和竞争 环境的洞察 对标 中国前三的品牌 你相同的速度 相同的速度 把最好的产品 带到市场 但是 更好的品质 以及 更具性价比的产品 带给务实的 中国的消费者 这就是我们的战略 这就是我们 对中国市场的承诺 刚刚Pekka介绍了 我们落架 手机在全球的 一个产品的布局 那在这里 我也会 我们会根据 中国市场 和消费者的需求 精选全球核心产品线 把最适合的产品 带给中国消费者 在工人机上面 强调我们什么 靠谱 实在和超长的带机 四级功能机 是把功能机带入 四级时代 落架六 让功能机 持久可靠的 落架的品质 落架七 跟七plus 是主打什么 工艺跟照相 落架八 Cirico 化简 化虎为简 让用户 获得简约的旗舰 级的体验 今天 我在这里 很高兴地宣布 为了进一步 紧贴中国消费者 我们百分百 为中国市场 消费者的需求 开花地 打造了一条 全新的产品系列 落架X系列 中国是全球手机行业 最富活力的市场 我们深度的调研了 中国消费者 研究这些 晚生代年轻人 对手机产品设计的需求 对产品性能的要求 和对品质的苛求 通过X系列 我们将更快速地 根据中国消费者 最新的需求 匹配落架手机 一贯传承的设计 理念和工艺水平 将更有诚意的产品 带给中国用户 身为焦点 这就是诺加X系列 他带给的 为了乐爱而生 为信任而生 为相伴而生 没人拥有我看世界的眼 我们做出自己的艺术片 让全世界益叹 总有一个世界 我说了算 谁说生死历劫 才能被世界听见 谁说成为伟大 才够有影响力 谁说成为别人 才能承作自己 新一代诺基亚X系列 身为焦点 大家下午好 我是诺基亚 HMD的车相公 非常高兴 非常荣幸 有再次的机会 跟各位合作伙伴 媒体朋友 还有我们线下 线上的粉丝们 再次见面 汇报我们最新的产品 诺基亚X系列 其实这个X系列 在我们诺基亚的 这个产品历史上 并不陌生 早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推出过 X系列 当时我们X系列的定位 是面向新生一代 一方面代表着 Xpress Music系列的延续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 还有在观看我们 这个直播的很多 诺基亚粉丝朋友们 都知道这个系列 一方面是代表着 Xpress Music系列的延续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通过X表达极限的意思 代表我们年轻人 勇于挑战极限的精神 那么现在呢 我们HMD想 希望能赋予我们 X系列新的含义 这含义是什么呢 零负担的智能手机体验 向年轻人传达 零负担的生活态度 毫不犹豫 大胆表达 勇敢争取 因为你身为焦点 回归智能手机市场以来 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 消费者呢 对我们诺基亚 安卓手机的认可之处呢 我们理解到的 主要集中在优秀的设计 可靠的质量 流畅的体验 还有易用的系统 但是我们的目标 远不止如此 我们还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 在中国市场的调查 我们发现 中国的消费者 在购买手机的时候 其实是特别特别辛苦 它不仅仅需要了解 行业的动态 实施追踪行业的各种动态 需要学习一定量的专业知识 线上去比参数 各种去比 线下还要去体验 去真正的体会一下 这个手机怎么样 一个完整的购机的流程 对很多用户来讲 这个决策 甚至需要花费 小几个月的时间 非常的不容易 这不符合我们的理念 我们希望给中国的消费者 带来轻松零负担的体验 不用犹豫 就可以买到好手机 因此呢 我作为 在中国区诺加智能手机的负责人 我们团队在打造这台产品的时候 只有一个想法 好一点 这台产品一定要好一点 再好一点 我每天给团队提的要求 就只有这一句话 每天早上进办公室 第一件事就是这一句话 三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还在国内的很多个城市 进行了面对面的消费者的调研 在不知道品牌 我们并没有透露这个品牌 是谁的情况下 超过了 当然我们给他们看到了真机 超过80%的消费者选择了我们这款新机 作为他最喜欢的产品 当然了我们摆了一排 一整排 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 我们友商的非常好的手机 有80%的消费者 选择了我们这款新机 作为他最喜欢的产品 在公布我们最后的参数 完整的主要参数和价格之后呢 有超过95%的用户 消费者表示非常非常乐意去购买 五一加七呢 刚才Nesser也提到 我们在三岭团呢 提前展示了这台新机 大量的消费者在现场上手过后呢 不愿而同地给出了好评 高颜值 手感很好 很好看 做工很扎实 迫不及待地想买 那么到底是什么魔力 让这么多的糯粉在第一时间就种草了呢 我们先看看一段视频 是的 这就是诺基亚X6 诺基亚全新X系列的第一台机器诺基亚X6 轻松零负担的享受 越级体验 零负担越级体验 这是我们产品团队 希望给到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只有把时尚转化为经典 我们的经典 才可以历久弥新 升华眷勇 诺基亚X6 我们将颜值摆在首位 就正如众多的消费者 包括我们在三月份 做这个消费者调研的时候 第一时间被它的外观所打动的样 诺基亚X6的设计灵感呢 来自于芬兰 明亮而纯净的星空 凝净而深邃的湖面 以及灵动而柔美的极光 非常的美 诺基亚X6呢 采用了前后双面 康宁大猩猩 玻璃设计 玻璃材质 在这台手机上的覆盖率 高达95% 在灯光下面 熠熠生灰 如芬兰 绚丽多彩的极光 把诺基亚X6拿在手上 就好像有一种 将极光捧在手上 静谧且自然 动人且柔美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更加喜欢大平衡的手机 但同时呢 很多人又对 手机过大的尺寸 表示了一些担心 他们更愿意 要一些尺寸小 有的时候就在这个 不希望手机 整体尺寸过大 但同时呢 又希望屏幕特别的大 纠结来纠结去 诺基亚X6 我们搭载了一块 5.8公寸的 超大高清显示屏 屏占比超过86% 而手机的长度 只有147毫米 大家等一下 可以去体验区 去体验 147毫米什么概念 我们这个 到目前为止 业界做的最好的 新一代全面屏的手机 非常贵啊 差不多一万块钱 大家都知道我做的哪台 我们只比它长了一丢丢 一毫米多一点 我们产品团队是非常非常有信心 诺基亚X6的整体机身的这个 紧凑程度在同样尺寸大小 除了那台以外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台 可以比它做的更好 无论是哪个价位段 我们是最好的 我估计恐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估计恐怕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都会是最好的那一个 所以呢 什么概念 这147毫米 甚至比我们今天在市场上 可以买到的 去年的旗舰 或者是今年的有一些 5.2寸的手机 还要更加的小巧 如果你有机会 把一台诺加X6 跟一台标准屏的 5.2寸的手机摆在一起 你会发现 这是完全两个时代的产品 5.8寸的手机 可以比5.2寸做的更小巧 这就是我们想做到的 在大屏幕小接身之间 我们希望能做到 我们能追求到的 最完美的平衡 诺加X6呢 也拥有一块 19比9的新一代全面屏 在兼顾到手机的 核心的这些通话功能 以及保证消费者 可以在使用最自然的 这种姿势 去做这个前置摄像头的 自拍的情况下 我们把18比9的全面屏 做了一个向上的延伸 怎么讲呢 把系统的状态栏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给它了一个独立的显示区 同时呢 18比9的区域呢 完整地留给了 你的应用和视觉的本身 这样使得我们的用户 在日常使用中呢 可以在更小的机身上 轻松获得更大的视野 而这块屏幕的品质呢 NTSC的色域高达96% 亮度的标准值 平均值达到450尼特 画面色彩精致而细腻 显示效果 达到甚至超过了很多 中高端的手机 设计的另外一部分 前后双眼 2.5D 玻璃经过精密的打磨 与金属的机身完美相融合 侧面边框自然圆润的过渡 我估计这台手机的 这个握持感 也会给大家一些 不一样的越机体验 会给你一些惊喜的 等一下 希望所有的在座的朋友 都有机会可以去体验一下 这台机身 配合背面的自然舒适的曲线 成就非常自如的这种握持感 诺加X6 在如此紧凑的机身上 我们还是坚持 我们诺加自己的设计风格 也就是对称那句 摄像头的闪光灯 与指纹识别 处于背部的同一条中轴线 同时我们这块背面的玻璃 也有覆盖了很多 各种所必须的强化涂层 采用更高成本的 这种亮面抛光的指纹识别器 与背面的玻璃浑然一体 自然融合 在颜色方面 我们为诺加X6 精心选择了三种颜色 星空黑 暗夜蓝 和极地白 我手里拿的这台是极地白 在这里我可能要 稍微多说一下 另外一个颜色 暗夜蓝 这是我手上拿的另外一台 还是一样 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体验一下 这个颜色有点特别 其实我们一开始 白色和黑色很早就定了 但是第三个颜色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最后我们这个设计师 他有一次 回芬兰的时候 他获得了这个灵感 他从芬兰航空 非常独特的蓝色 与北欧大陆独特的极光 还有极夜中获得的灵感 非常独特 我们也希望这个颜色 大家能够喜欢 当然一台好的产品 有高的颜值还不够 轻松零负担的体验 当然离不开 灯派的硬件性 高通是我们的 战略合作伙伴 诺基亚X6 也搭载了全新高通 636处理器平台 这个跟上一代的 630的平台相比 性能整体提升40%以上 基本已经接近于 骁龙660的水平 在性能澎湃的基础之上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 诺基亚X6提供全网通5.0 也就意味着双卡 可以同时支持4G的VOLT 或者叫4G的全高清语音通话 主卡副卡信号一样 上网速度一样快 真正做到 不再区分主卡与副卡 对我们来说 这才是真正一项的 双卡商单 配合我们诺基亚 传统的 在天线设计上面的能力 我们希望 这台诺基亚X6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都可以体验到 最佳的信号上网 大电话的能力 排除你对信号上网速度慢 调网的这种焦虑 零负担 当然了我也可以在这里 跟大家再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 上市的 已经上市的 除了第一代的诺基亚6 确实是有一些硬件 本身平台上面的限制 剩下的诺基亚7 诺基亚7plus 诺基亚6第二代 诺基亚8C2口 诺基亚7plus 都会在这个月 或者下个月 最晚下个月的 软件升级上面 把这个全网上5.0 给大家通过 软件升级来完成 当然我们也支持 Type-C和QC3.0的快充 半小时50% 大家久违的 这个FM调频呢 我们也会给到诺基亚X6 给大家在日常使用 手机影娱乐的 这种选择上面 多一个更加经济实用的 一种选择 系统方面 我们还是会一直坚持 给大家提供 简洁易用 没有广告的 纯净安卓系统 界面呢 更加的清爽 纯粹 性能更加的卓越稳定 操作更加的行云流水 诺基亚X6 出厂会搭载 最新的安卓 8.0 8.1操作训 sorry 我们对系统呢 也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当然我指的 全面升级是指在我们 上一款产品 诺基亚8s的技术之上 进行了全面升级 大概有几百项的 细节的改进 并在UI UI中呢 融入了流行的这种 极光渐变色系 我们还专门为 年轻的朋友们 诺粉们定制了一套 桌面极光元素主题 长按桌面 就可以更换主题 由内之外 闪烁着极光之美 作为谷歌的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 可能有些朋友 也注意到 诺基亚7 Plus 也在安卓P的这种 第一批的首批的 支持名单里边 诺基亚X6也一样 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跟大家再强调一遍 无论谷歌 在中国目前落地的业务有多少 诺基亚的安卓手机 在谷歌系统 从这升级上面 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梯队 我们永远都是第一梯队 好 谢谢 所以呢 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 把安卓P 也就是安卓9.0 我们俗称安卓P 给到诺基亚X6 以及我们全线的产品 其实这个内测 我们已经开始 我们会在合适的时间 我们也在想办法能够开通这种 更大的这种范围的内测 让大家有一个提前体验的可能 当你使用诺基亚手机的时候 当然了 也不需要 我们给大家的程度说 你也不再需要担心 手机木马啊 病毒啊 安全漏洞啊 等等问题 我们这个问题呢 是通过两个层面来解决 提供双层保护 第一层呢 我们内置的手机管家 自带云端病毒查杀 云端同步最新信息 保障手机信息的安全 第二呢 也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 给到我们的诺粉们 最真挚的一个承诺 就是我们会坚持第一时间 更新谷歌的这种安全 安全patch 安全补丁 每个月都会以最快的速度 当然你们也可能注意到 有的时候 甚至我们比谷歌还快 我们每个月都会 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谷歌的安全补丁 给到我们诺基亚的用户 迅速来弥补一些 可能存在的系统的漏洞 同时呢 为了不影响 因为我们这个更新阅度的 为了不影响 我们用户的正常使用 我们专门在诺基亚的手机里面 增加了不太常见 在手机上不太常见的 我们叫做AB系统更新 什么意思呢 诺基亚手机的更新 所有的下载 和更新都是在后台 静默完成 当然前提是你点击了 同意下载或者更新 之后所有的操作都在后台 等系统更新完成以后 会提示你 是否需要现在升级 还是稍后升级 你如果现在还在用手机 那就稍后 等你有时间的时候 完成一次 关机再开机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整个系统更新完成 希望这样可以让大家 彻底告别 每次一有个手机系统更新 那个手机基本就扔那半小时 起码 有的时候一个多小时 什么都不能干 我们希望给大家零负担的越机体验 这也是我们所做的工作之一 当然了 我们从去年一月份 第一次发这个 第一代诺基亚6的时候呢 我们就收到很多 我们非常好的诺基亚粉丝的 给我们很多的批评 也包括我们的很多伙伴 纯净的安卓体验 不能等于什么都没有的安卓体验 所以从去年秋天 从诺基亚7开始 我们正式推出 为中国的用户 量身定做了一些 最基本的 非常实用的 有特色的本地化功能 来补充原生安卓 在中国用户的 这种体验上的一些短板 比如说 控制后台自启动的手机管家 这个我相信所有的 无论是媒体朋友 合作伙伴还是我们的诺粉 用过安卓手机的都有这样的痛点 便捷的智能卡片通信 个性化的桌面主题更换 实用的浮一屏 高效的全局手势操作 还有游戏性能等等 我可能在这里只说其中的几点 当然 对于本地化体验的丰富 我们并没有说去年秋天 那个诺基亚7完了以后呢 就完成任务了 没有 我们的工作还在继续 我们呢也用我们自己定义的 质量标准和安全的标准 基于这个业界最安全的 芯片平台级的移动安全解决方案 TEE的这个环境 来做了AI的这个面部识别 结合我们新一代的AI智能算法 为诺加X6提供好的面部识别 且安全的面部识别 海量的数据训练 甚至可以支持人眼检测 也就是说你眼睛睁开关闭 有没有戴口罩 我们都可以准确地判断 是你还不是你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 因为我们把它放在了安全环境里 在芯片级的安全环境 就是这个TEE 可以保证 你的个人的数据永远不会出问题 永远这个词说的有点过 almost永远吧 至少这个东西的安全级别 你可以这样理解 跟我们保护指纹的级别 是一个级别 你的指纹在系统里存储的 安全性有多高 我们在诺加X6上面 对你人脸信息的 这个安全性的保护 是同一个级别 还可以设置为 自动进入桌面 就你抬手就可以解锁 解锁可以自动进入桌面 无需手动去点亮屏幕去 或者再进行第二个操作 把整个的体验一体化 让你在所有场景下 你都不会觉得我需要指纹 你需要指纹和需要脸部解锁 这种体验带来的这种速度上的体验 是完全一样 下一个 我们也没有忘记 针对我们很多用户给我们提的建议 就是要对这种 我们目前非常流行的 很多这种大型游戏 尤其是在全屏像吃鸡 要王者 要增加这种游戏免打扰模式 我们也做 我们的游戏免打扰模式 跟常见的可能略有一点区别 这个主要的区别 会在于 首先第一个 我们不仅仅是只支持 不仅仅是只支持游戏 我们的免打扰支持所有的应用 所有的应用 这个所有应用由你来决定 你在所有的应用下 你都可以设置为这种免打扰的模式 这个免打扰跟系统的误扰模式 是有区别的 我相信用过的人 应该是明白我在讲什么 当然我们还会做很多 其他部分的这种 包括自动锁定屏幕的亮度 自动锁定导航栏等等 所有你想要的 误扰模式 或者面打扰模式 我们都有 当然说到这个游戏 一定免不了要提 我们一直在做的 这个硬件级的智能加速 在诺加X6上 这个功能也是有的 然后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 新的一个本地化体验 叫智能悬浮球 在我们新一代 这种算法的加持之下呢 诺加X6提供了这么一个 智能悬浮球的功能 这个功能呢 可能在这里呢 我用很短的时间 是很难把它解释得很清楚 简单说呢 我们目前第一阶段 可以基于你在处于 什么样的应用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悬浮球 弹出来的这个快捷方式呢 会给你匹配 目前你最需要的快捷方式 那么另外一页 当然也可以完全地自定义 你可以自定义 这个悬浮球 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同时呢 我们在这个悬浮球的 呈现方式 举一个例子 悬浮球如果始终摆在桌面上 可能在有些情况下 会对你是一个 视觉上的干扰 甚至是操作上的干扰 我们做了一个很小的功能 你可以设置一个开关 你可以允许这个悬浮球 在你不用的时候 三秒钟或者五秒钟以后 自动贴边半隐藏 最大化的减少 或者是在悬浮球的功能力 和对你的干扰之间 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平衡 其实我们还做了很多很多东西 比如说团队一致 希望我能够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的这个新做的 新风更加丰富的一个桌面助手 AI的桌面助手 比如说我们现在 诺架X6新增的航班快递 这种生活信息的智能卡片 双值按压屏幕 可以去做智慧时评 其实我们这里边 做了很多东西 但是时间原因 我们会在后面的体验区 我的同事会给大家详细介绍 可以看到目前我们的这个 国航的诺基亚呢 已经做了非常丰富的 本地化功能等等 我们这些功能呢 一样会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内 也会分批的推送给我们 已经上市 我刚才讲的那几台手机 全部都会有 下面我再简单的 再说一下相机部分 今天春天呢 去年我们的合作伙伴 粉丝也一直在问 诺架什么时候会出双摄的手机啊 我记得上次七一的发布会 在上海的时候 媒体朋友也好几个 都在问我这个问题 我们今年春天呢 诺架7P给大家带来 诺架的首款 双摄手机 受到了很多的这种鼓励 和赞许 我们也有一点点 小的这个机动 也给我们一些信心 特别是呢 这个诺架7P超越同价位的 这个拍摄效果 其实也确实 体现了我们这个团队 做事情就一定会把 这事情做好 一定要做到比别家更好 那么在诺架X6上呢 我们也会提供双摄 后置是一颗1600万的景深双摄 这颗双摄的这个传感器呢 具体型号我在这里不讲 但你可以相信我的是 这是非常新的一台高性能的 CMOS的高灵敏度的 CMOS传感器 1600万 在这个好的一个底子之上呢 我们也加了一些 丰富的一些硬件的上面的能力 和算法上的能力 所谓这个手抖毁偏 所以我们在手持模式下呢 防抖的这个能力呢 就非常重要 诺架X6呢 我们把陀螺仪的同步器 和CMOS的同步能力呢 我们做了一个紧密的 算法上的连接 保证呢 你的CMOS在做画面截取的时候呢 能够非常的准确 新一代的这个EIS视频防抖技术 准确判断画面的抖动 进一步强化防抖效果 相机团队呢 还根据成千上万个生活的 不同场景 来优化我们的HDR的算法 最终为X6呢 诺架X6呢 带来更加真实的HDR效果 专业模式 我们今年年初 在诺架7PLUS 诺架8S上面都有带来 诺架X6也会支持专业拍摄 我刚才讲到我们这颗 AI级别的这个景深双摄 我们还支持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这种玩法 下一页 我们叫做先拍照 后对焦 这可能一些老的诺基亚粉丝是知道 我们在诺架X6上 也把它带回来了 我知道你们问了我们很久 在社交媒体上 我也经常对这个问题 避而不答 就是想把这一刻呢 留到今天 所以拍照 先拍照 再对焦的这个功能 我们带回来 什么意思呢 你拍完照片以后 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重新聚焦的功能 任意地再去选择 我的焦点在哪里 虚化在哪里 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玩法 老诺基亚都知道 说完了后置 简单描述一下后置 时间有限 那我再简单说一下 这个前置 自然美呢 是自拍的最高境界 诺基亚X6的前置相机呢 搭载了一颗 跟后置那1600万 完全相同的传感器 然后呢 我们再搭配 我们自己的一些团队 做的一些AI的美颜算法 我们针对面部 超过120个细节 进行自然的调整 细节到面部的 细微到面部的 每个细节 对五官进行立体的塑形 我们也根据 我们中国消费者的喜好呢 把皮肤呢 可能会做得更加的 白里透红一点 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前置拍摄呢 我们还有自己做的 这个美颜虚化的功能 可能我今天早上 还有看到 我们有一些朋友在说 因为应该是周一吧 五月份的更新推送了 8.1的更新 什么7P啊 7啊 61代 62代都有推送 其实这个功能 在那里已经能看到 我们把美颜和虚化 人像模式在前摄呢 已经分开 而且分开的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算法 现在已经完全独立 我们前置的人像模式呢 跟大家常见的 那个那些解决方案 还是有些不一样 我们这个是根据 大量我们自己的训练 去做出来的这个 不是简单的 根据人像抠图 我们是根据 上万张 几十万张照片 训练出来的 这个算法 会使你的 人像区的这个 准确率呢 会高达95%以上 我们之前在 诺加7上 首次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双视野拍摄呢 在诺加X6上呢 也会上到 另外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在这里 会支持双视野的直播 双视野拍摄的直播 就是你通过自带相机 通过自带相机 无论你是在单摄 还是在前后的 双视野模式下 都可以一键进入直播 无需再去安装第三方 我们都可以做了 另外呢 我们也发现 我们中国的用户呢 在自拍的时候 很喜欢使用一些 这种动态的表情 当然我们之前的 那个相机版本 还不支持 但是在 诺加X6上呢 我们 结合了一些 AI的算法呢 我们推出了 全新的这个 萌具表情 在前摄的时候 后摄呢 支持一部分 前摄完整都支持 这个动态表情的贴纸呢 可以精确地 捕捉到你的面部表情 不仅在拍照和录像的时候 可以使用萌具表情 甚至还可以在 双视野直播的时候 把这个萌具表情加进去 非常有意思 彻底告别第三方软件 相机的部分 其实内容很多 大家我也知道 大家对诺加的相机呢 还是有很高的期望值 但是在这里呢 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拍美食的时候呢 经常会有一个 很尴尬的局面 你找到一个好的角度 比如说 从上往下拍 但是你的手机 或者你人的影子呢 经常会被落在 你的那个食物的上面 那拍出来 分享的时候 这个食物上面 或者是东西上面 总是有你自己的影子 或者手机的影子 其实看起来 总是觉得 差了那么一点点 我们的相机团队 结合AI的算法 把这个问题呢 我们做了 大幅度的改善 一键去阴影的功能 希望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好 简单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简单给大家介绍 X6的颜值 越级体验的颜值 越级体验的硬件 越级体验的本地的一些功能 还有我们的相机部分 当然了 你最不用担心的 就是诺基亚的品质 我相信这一点 这也是我们全体 诺基亚产品团队最有心的地方 因为诺基亚的品质 是诺基亚这个品牌 最大的承诺 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在这里 我在诺基亚6发布的时候 我记得 我当时举过几个例子 但是同事提醒我 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数字 拿一些出来 给大家展示出来 我说这是一个好的主意 所以我们把这些数字 也给大家看看 所以诺基亚X6 品质诺基出品 请大家放心 所以简单总结一下 诺基亚X6 阅极体验 我就不再一一往下去说 当然到这里呢 我们还有一些信息 还没有完全地 跟大家去讲 诺基亚X6呢 我们一共提供三个版本 4加32 我说过了 我们的目标就是做一台零负担的手机 除了好 让你买的时候不再有任何的犹豫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高中低三档 任您选 在这里我再补充一点 我们三台手机 当然双卡双带 这个不用再解释 我们这台手机 一定是双卡双带 我们这三个版本呢 都支持 都支持 至少可以扩展400GB的存储卡 至少400GB 为什么我说400GB最少 有的朋友可能知道 支持扩展256以上 或者400以上 很少机子 甚至很多旗舰机都不支持的 我们现在只能说 我只能说 我们至少支持400GB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市场上买不到 更大的存储卡去做测试 我们只能测到400GB 三个版本都支持 所以不用担心 如果你非常的纠结 于这个价格 低配的也没问题 因为你至少可以扩400GB 至少 我刚才发布会之前 我还查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400GB 在线上卖多少钱 真的不贵 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 会在京东 苏宁易购 天猫 还有诺基亚 微信小程序商店 这时候我认为 应该就预约就已经开始了 5月21号正式开仓 今天现在应该就已经开始预售了 好 产品的部分就是 基本就是这样 我也很欢迎这个 我们接触以后 跟大家再做更多的交流 在我邀请下一位 我的领导上台之前 我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心愿或者礼品想送 因为我知道这一年多 尤其是我们老的铁杆的诺粉 对我们的支持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从第一台手机开始 就在努力地去提高自己 但是总是 每一次我觉得我们的 还挺有意思的 我还没说完 那这个已经电话就进来了 现在先不接 还没开始呢 我想干嘛呢 我是想希望 今天在我最后下台之前做一个小活动 因为我们知道 线上有很多的粉丝 在看我们的直播 为了感谢粉丝的支持呢 无论是现场的 还是线上看直播的 我公布下我们官微的小诺手机号 166-1987-9516 第一个拨打进这个电话的粉丝 将获得全球第一台诺加X6手机 所以呢 来回报一下 大家对我们这一年多的支持 真的是不容易 我知道你们顶着很大的压力 还跟朋友说 跟同事说 诺加手机真的还不错 其实我们也很努力 我们希望诺加X6呢 让你这个努力呢 让您的坚持呢 会有 会有些回报 我还没说开始 所以现在打电话都还不算 我先把这个电话挂掉 我说 3 2 1 说完了以后 我现在还没开始啊 然后我说 完了 又来了 现在还都不算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从哪里得到内部消息呢 准备了啊 准备了啊 三 二 一 这个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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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听不到呀 听不到呀 我觉得是电话太多 我这个手机已经被打崩了嘛 没完 全部都是接听 你能听到我吗 喂 你好 我得把外放打开现在问题去 我能听到你 但是我在找外放 我想让大家也听一听 大家都在打 别打了 喂 你能听到我吗 我们就这样吧 喂 你好 请问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对啊 广东佛山 我还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外放打开 这来的全是短信 广东佛山是吗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王先生 你好 你好 好好好 感谢 感谢你 您将获得 我再重复一眼 广东佛山的王先生 他叫 您将获得这个诺基亚X6的全球第一部手机 稍后呢 我的同事会联系你好吗 感谢您的来电 这段也没演好 我这个电话太多了 我估计没几个人同时尝试过几十个人给您打电话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情况 好 下面欢迎我的领导 我们邵友浩先生 也是诺基亚XMD的全球首席产品官 对应 mommy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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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我是HMDGlobal的首席产品官,Yuho OK,so I'm super excited to say the following phrase Dà chìa hou Vua chìa xiao yu hou I hope that flan does not need to translate that Thank you,great to be here today 大家好,很高兴我能用中文跟大家溝通 So I really hope you like my Chinese I actually just started taking Chinese classes with my two daughters because we're moving to China to further show our commitment long-term commitment for China as a key market for HMD Global HMD and Nokia phones have a long-term commitment for China China does not only have the most advanced and largest smartphone user base China is also where the innovation in the smartphone ecosystem happens Nestor just laid out our China strategy And Che introduced our first Nokia X series The X6 for China I'm so proud of what we've been able to accomplish In the past 16 months As a next step for our long-term commitment to China I have one more announcement to make It's my pleasure to announce that HMD has set up Nokia Mobile Global Future Lab in Shenzhen 然后作为今天的压轴的嘉宾吧 我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想跟大家宣布 在这个月 HMD Global 我们在深圳成立了诺基亚移动 全球未来实验室 这是对我们对中国承诺的进一步 Shenzhen is the global hub of smartphone innovation Me and my team were moving to Shenzhen to be closer to our partners and of course competition 深圳是全世界智能手机生态产业链中的核心一环 而我将会和我的团队一起搬到深圳 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 然后我们将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走得更近 当然我们也会更近距离地 来感受到中国移动手机市场的竞争环境 In Shenzhen we will further build HMD Global's core competence in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all of this at Shenzhen speed 在深圳 我们HMD Global将会在深圳 展开我们的核心的这些技术优势的一些研发 包括我们的那个产业链 我们的智能制造 我们的设计 而我们说的这一切都会建立在深圳速度之上 Helsinki is the global headquarters for HMD Global In London we have a team of innovators and product makers and now with our future lab in Shenzhen the three global hubs will work closely together to build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echnologies for future Nokia phones 赫尔辛基是我们的全球总部 而我们在伦敦 我的团队 在伦敦 我们有一个团队 有很很领先的这些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 而今天 随着我宣布我们在深圳 那个建立我们的未来实验室 深圳将加入赫尔辛基和伦敦 成为我们的全球的第三个总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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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豪 你好 Cup on cover Moi 在 Shenzhen 我們會專注於四個地方 5G No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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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nes 經常提到電腦技術 我們會看到很好的機會 在螢幕的經驗中 5G 在深圳我們的Nokia移動未來實驗室 我們將專注於四大創新的領域 第一個是5G和5G的技術 大家也知道 Nokia手機Nokia移動一直在無線電這方面 有著領先的一些很多的技術和人才 我們在深圳向進一步我們的研發 在5G的時代取得領先 You already know us from our distinct designs We want to further reinforce our leadership in material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大家也知道我們非常專注於手機的設計 在深圳我們要展開新材料和新的生產工藝的研發研究 讓更多更好更有趣的材料和工藝出現在我們的產品上 Imaging is absolute core for any smartphone user today We take more pictures and videos than ever And we want to continue to connect people by enabling you to tell the richest stories With your Nokia phone Enabling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such as AI like Joe was showing you The fourth focus area for our new future lab in Shenzhen will be the evolution of the mobile experience I like to call this beyond phone We foresee a much richer mobile personal device ecosystem in the near-term future 而在深圳我們也會進一步研發 And of course we are an agile Finnish startup We partner with the best in the industry Over the 16 months what I've discovered is that many of those partners are in China Or namely in Shenzhen By moving our team even closer to our key partners We will gain speed and we will be able to bring novel experiences to smartphones 而剛才大家我們也跟大家分享了 作為一個芬蘭的初創企業科技的初創企業 我們隨著我們加入深圳的這個生態圈 我們也有機會和我們的合作夥伴走得更近 過去的16個月中我們有很多全球的合作夥伴 其實是來自於中國來自於深圳的 而隨著我和我的團隊搬到深圳去以後 我們將會和這些老朋友還會交一些新朋友 我們會跟深圳的生態系統結合得更緊密 最後一點但也是我最希望說的一點是 隨著我們搬到深圳 我們也希望招聘更多的本地人才 本土人才加入我們的實驗室 我的團隊我本人正在招聘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大家也知道中國是擁有著全世界最多的工程師 最多的工業設計師 最多的智能手機相關的人才 我希望大家能加入我們 一起來創新未來的手機領域 感謝大家今天加入我們 感謝大家對我們新品和對我們公司的支持 今天代表著我們在中國的X系列的開端 也代表著我們在深圳研發 在中國本土研發的新的進展 謝謝大家加入我們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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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我們四位嘉賓的分享 那麼我們知道現在現場的各位 都已經迫不及待了 特別是我剛才看到我們領導在分享的時候 我看到我聽到現場的各位 特別激動的歡呼聲的時候 當時我渾身的雞皮疙瘩都已經起來了 我知道大家現在都非常的激動 那麼接下來的時間呢 首先讓我們有請我們HMD的各位嘉賓來到舞台上 讓我們派一張大合影共同記錄下 今天發布會這樣一個非常難忘的時刻 Let's welcome HMD executives come up to the stage and let's take a group photo Thank you to memorize this beautiful time Thank you 好有請各位來到舞台上 謝謝 好那麼我們看到我們各位嘉賓也是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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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舍著一攤我們的心臂 讓我們一起看向前方的聲音老師 讓我們一起看向前方的聲音老師 OK OK 3 2 1 Cheers One more please 讓我們一起抒起大拇指 再來一張 好的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的現場的各位來賓朋友 那麼我們Nokia X6的產品體驗區 已經為各位開放了 那麼我們的產品專家呢 也在我們的產品體驗區那裡等候著各位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在我們的體驗區多多的交流 多多的溝通 我們今天的Nokia手機新品發布會的環節到這裡就圓滿結束了 再次感謝現場我們所有的嘉賓 媒體老師我們親愛的諾粉們 長期以來對Nokia手機的支持 謝謝各位 我們相約下一次 在不久的將來 再會 謝謝 那麼稍後在我們舞台台側呢 還有我們的一個 新品手機開箱的一個直播的環節 那我們稍後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聚集在我們主舞台左側的這個位置啊 一起期待稍後的直播環節 謝謝各位 稍後見 謝謝…